老师是三十二节 OK 我们看一下三十二节 来 三十二节怎么样 三十二节commit commit不是犯罪的意思吗 老师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交托的意思 是吧 老师 它还有一个这方面的意思 No 这个要这样讲 OK 好 commit这个字 commit crime才是犯罪 OK 注意 commit crime 这个是犯罪 这个地方的是犯罪的犯 OK 如果我说 I commit you OK 跟 I commit you to God OK 这两个句子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用commit 但是 I commit you 是什么意思 老师 老师 这是我伪身于你 是不是这意思 我跟你承诺什么事情 I commit 还有有的时候 I commit to 什么什么东西 OK I commit 比如说我们讲某一个人 He commits He commits 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这个可以讲 我们中国人讲的 比如说 承诺一件事情 尾身一件事情 意思就是我要专注做这件事情 He commits he commits 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来应征一个工作 我说 Do you want are you 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are you able to commit to commit to the job 这个 commit 是什么意思 commit 不是只是promise commit 是你 你愿意承诺一件事情 比如说 我现在接了这个 会计主任的工作 我就要承诺 不只是承诺 愿意做 而且我愿意把这事情做好 这个才叫 commit 我要整个投身进入 把这事情做好 叫commit to the job OK so are you able to commit to the job 所以主管面试的时候 就问你了 你能不能全心的 投身于 就是说专注的来做这个工作 把工作做好啊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 哎呀 我看你大的肚子 别待会儿你去生产了 哎呀 我看你好像有家庭 有小孩 当然这个 在西方 你不可以这样问人家 这侵犯人家隐私 但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 常常有人就这样 哎呀 我觉得你有家庭 你有小孩 恐怕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吧 OK so are you able to commit to the job 比如说我这个工作 是要常常出差的 你家庭 你要有小孩 are you able to commit to the job 你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吗 能够 承诺 尽心尽力 把这事情做好吗 有的人说 没问题的 我先生可以看孩子 我家里有公婆 我们家人都可以帮忙看孩子 我是很自由 我可以出差的 yes I'm able to commit to the job OK 好 所以回到我前面刚刚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如果是我 I commit I commit you OK I commit I commit I commit 我承诺 我愿意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承诺 这个字面上中文常常翻成承诺 但是你要了解 它这个承诺的程度是相当深的 OK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 牧师或主婚人会问你 某某某你愿意承诺 这一辈子都要照顾你的妻子 不离不弃 不管是生病还是什么死亡 你都不能够离开她 OK do you commit 这个时候就是用commit这个字 这个承诺不是只是promise promise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yeah 我答应明天还你钱 但是很多时候不还 对不对 commit是我承诺 我一定要做到 是很深的程度的 所以在婚约上面 结婚的誓言上 是用commit这个字的 OK 但是下面这个句子 I commit you to God 这个是什么意思 I commit you 我把你交给上帝 yeah that's right I commit you to God 所以你注意 这个动词的用法 最重要的是commit to 那个to后面 才是你交付的对象 OK 交付的对象 so I commit you to God 最重要的不是commit 不是你 而是上帝 我真正承诺的对象是上帝 我要对上帝尽责 我把这个事情做到好 so I commit you to God 是把你交给上帝 那么什么情况 还可以再用呢 比如说在结婚典礼上 这个岳父跟女 据说 I commit my daughter to you OK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 I commit my daughter to you OK 这个是很重的托付 你注意 不是只是说 我把个蛋糕给你 那种意思 这个commit是 我完全把我的女儿的一生 都托付给你了 你要好好对她 I commit my daughter to you 所以最重要的是 to to谁呀 那个to后面的那个 是你交付的一个对象 很重要的 所以岳父可以跟女婿说 在婚礼上说 I commit my daughter to you 这是很重的责任的交付啊 把我女儿的一生都托给你了 那我们说 I commit you to God 是把你交给上帝了 OK 把你交给上帝 这也是很重的托付 很重的托付 OK So Now I commit you to God 我把你交给上帝 交付给上帝 而且 to the word of his grace 还交付给他恩典的道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托付 是吧 OK 所以你就了解 他为什么不用说 I give you to God 对不对 那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I promise you to God 也不一样 OK I commit you to God 那是非常深的一种交付 托付一种承诺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祷告 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 commit这个字是一个非常深的字 程度非常深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字 好 印度建议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 但是在冷战时期 印度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还是这个词 就是这个词 如果说就像我们经常如果祷告 就是比如说是主要我把这个人 把自己的孩子交到你的手当中 就是用commit that's right my daughter to God 希望你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commit 没错 这很好的用法 我在祷告里面 我为我的女儿祷告 我说神啊 我把他托付给你 求你光照他 求你的圣灵与他同在 求你的圣灵与他同进同出 OK 不管他遭遇任何困难 神你都要给他恩典 你要帮助他 你要给他指引 OK 你不要让他落入这个魔鬼的这个试探之中 不要让他没入黑暗的这种圈套之中 I commit my daughter to you to the Lord OK very good 非常好的句子 句一反四啊 你们 句一反五了 very good very good 另外咱那个雅克书上 不是有一个刚学的那个班 自己交托给你班 交给主 就是submit yourself submit right submit submit也可以用 但是 commit跟submit的关系 我也可以说 I submit my daughter to you right OK 可是I commit my daughter to Lord 意思比较不一样 commit是一种很深的托付 啊 多多拜托了 求你照顾啊 多多关照啊 我女儿将来的一切都靠你了 这种 这种 OK submit就是一个交出去 也很不错 对不对 也很好 就是我把这个交给你了 OK submit也是很不错 submit的角度不一样 submit强调的是这个 都交给你了 你来掌管 这种角度 那commit呢 比较深的是一种托付 感情的衣服 而且是对你深深的信赖 如果不信赖 我不会commit 对不对 绝对不会 所以commit是从那种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都很好 这个意思都很好 OK 老师这一解释 把保罗那个为父的心肠 就展现了灵犁镜子了 没错 那surrender 通常只会讲自己 I surrender 你不会I surrender my daughter to God OK surrender不会讲别人surrender OK 一般surrender都是讲自己 God I surrender OK 我向你降服了 OK 我完全投降了 那这个surrender的意思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神你要我做什么都 我什么都不问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surrender的意义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就是说 我一切归服于你 降服于你 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一点都不要反抗了 因为人是不一样的 人都有自己的意志的 人是很很奇怪的 很喜欢反抗 越反抗越有意思 但是人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surrender强调的是权柄 对方的权柄 你对神的敬畏 神我到这个阶段 我人生到这个阶段 我已经知道 我不该与你作对 所以神我完全降服 你就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吧 这个叫I surrender OK very good 我们现在开始比较 像I submit I commit 然后再来I surrender 他一样的意思 OK very good OK Good 所以我们这个局一反五 就是把我们学过的东西 慢慢的 我们就会把他们 就会有所比较了 比如说我们那天讲的 I submit right OK 然后I commit right OK 再来 I surrender 是吧 OK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字 特别是你在你的这个 你的祷告里面的时候 都可以用 这是非常好的字 但是首先就是说你 这些很有深刻感情的字 你要先了解它字面的意义 然后你怎么去运用它 OK very good I submit I commit I surrender 好 谢谢 刚刚讲过这三个字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透过读这个英文圣经里面 你对很多字的熟悉的程度 那个程度你开始感受到了 那回到 当你学会这些字的程度以后 你再回来看这些经文之后 你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了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英文字的一些形容词 特别是感情的深刻与否 形容词 副词的词汇 其实是非常多量的 而且他们喜欢用这样的 不同程度的字 去表达不同的感情 情感的深刻程度 但中文的话可能在这种用法里面 中文的一般这样的词汇量没有感觉上 就是大概而言没有那么多 可是中文的深刻的程度 他可能是用成语 或是用一个比喻来表达 因为中国人的感情是比较 比较隐晦 我们不喜欢直接说一些事情 比较间接的 所以我们有些说的是比较隐晦 所以我们喜欢说一个比喻 说一个成语 说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比较喜欢这样 但英文里面 如果你再往深了去学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不同的词汇 特别是你会发现 形容词跟副词的词汇 在形容这些程度上面 他的词汇很大量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上面这个 Sanc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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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Sanctified是什么意思 Sanctified 是把一个东西神圣化 让它圣洁了 叫Sanctified 这个地方是被神圣化 被成圣 被成圣 所以圣经上常常翻译成成圣 也就是让它变成圣洁 变成圣洁 OK 好 这个字Sanctified 你在一般的情况下 你比较少用到 在圣经啊 在信仰上讨论的时候 我们尤其是圣经 我们很强调圣洁 圣洁 圣洁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信仰上 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圣洁 如果你没有洁净自己的话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 洁净神的 是吧 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 他这么圣洁 如果你不是圣洁 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他 OK That's the reason why Sanctified Sanctified 这个字 就变得很重要 这是一个被动式 好 有没有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